来看到张华一名领长过年前和太太回中国探亲 不料却遇上了武汉肺炎疫情 几经波折在这个月初终于搭包机回到台湾 经过14天的隔离总算出关回家 80多岁的母亲一早也准备了鸡蛋面线 来帮夫妻俩押金也庆祝他们平安回家 拉着行李领长夫妻一去湖北 相隔63天才回到家亲游列队欢迎 而夫妻俩看到一岁多的女儿 妈妈忍不住上前拥抱 西湖镇这对领长过年前回中国探视病委的父亲 怎么也没想到遇上了武汉肺炎疫情 这段期间只能在娘家门前苦中作乐 哪里也不敢去 而包机反台又一波三折 担心高龄母亲一个人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 夫妻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就是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感谢指挥中心 感谢台湾的政府 因为今天要回来 昨天我们是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高兴地睡不着觉 大口吃面线 隔离期间除了思念家人和孩子 领长中国籍的太太说 最想吃的就是婆婆亲手煮的面线 回家的感觉真好 感谢政府也感谢医护人员 还有相关帮忙奔波的里长 夫妻俩这个月10号终于搭飞机回到台湾了 经过14天的隔离 夫妻俩身体健康 平安出关 家带容貌 中央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